4000、5000、所以下一個是6000 NoNoNo! Corsair 告訴你是7000 大還要更大 加倍大的尺寸就是讓你裝好、裝滿 模組化結構優化不僅讓安裝更順暢 也能提供多種不同配置 大家好,我是邊緝阿雅 歡迎收看開箱SPA-LIGHT 三分鐘等開箱快速掌握新科技 這次要帶來的是全塔尺寸的 Corsair 7000D Airflow 機箱 這次全新的Corsair 7000系列 推出7000D Airflow 以及iQ 7000X RGB 兩種款式 分明有黑、白兩種版本 而7000系列超大的體積長與高 分別來到550mm以及600mm 從視覺上就不難發現 比常見的基本中塔型機箱大上不止一個等級 另外外包裝上更是有著重量超過15公斤的錦濕貼紙 對於空機箱來說算是相當的重 不過這也可以從用料上發現 這次7000系列除了前方灰色飾板為塑料材質外 主體結構及面板皆使用鋼板 側面則用上了4mm的鋼化玻璃 也難怪支撐腳的部分要換上金屬材質 不然一般的塑膠可能會動不掉 外觀上可以看到前方標誌性的 三角形幾何衝孔金屬面板 並且白色款一樣用了灰色的外框 整體看上去即便體積變大了 視覺效果依舊是還不錯的 而前面板部分這次不僅給到了4個USB 3.0延伸布之外 還給了一個USB-C延伸布 音訊部分則給了耳麥合一的插孔 不用多想就可以知道這配置是為了旗艦主板 或是HEDT平台所設計的 側邊側板的部分這次兩側都使用開門式的設計 在全塔型機箱設計上來說算是比較合適的 能避免在開側板時發生手滑的意外 左側是滿板的鋼化玻璃 在外觀上可以看到四周有做白邊 白邊內部在上下可以看到有灰色的氣墊膠條 這個特殊的膠條中間留有空心的部分 在開關玻璃時可以起到緩衝保護玻璃的作用 在玻璃合上之後這個膠條可以讓玻璃與機殼更密合 在主分艙中一樣可以看到有遮線擋板的設計 不過因為擋板設計比較大 因此就不支援EATX主機板安裝 而分艙造在前方延續了先前5000系列有做模組化遮罩 在安裝上能兼顧功能與美觀 在散熱部分可以看到由於是全塔型機箱 因此風扇安裝位也相對的多 預裝風扇部分給了三把140M Air Guide風扇 可以看到前方預裝了兩把後方一把 水冷安裝部分前方能安裝最大480或420 側邊安裝位雖然看似與前方相同 但僅支援12公分風扇安裝 因此最大只能支援480 而上方部分可以安裝360或420 Coseal 7000D Airflow 機箱其實還有很多別具巧思的設計 可是無法在它分鐘內介紹完 若玩家還想看完整的產品開箱 還請移駕到XF News跟論壇觀看報告測試 最後還請鎖定XF頻道 並記得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然後再追蹤FB與IG囉 開箱SPA Lite 我是編輯阿雅 我們下期見 掰掰 spat一な一字幕開啟小鈴鐺 iz開啟小鈴鐺